自即日起终止与吉里巴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外交部长吴钊切面色宁众宣布 汉南太平洋的吉里巴斯正式断交 马茂总统更承向我所求高额证款 以购买民航客机 援赠盈利用途的商用民航机 并不符合我国国际合作发展法的立法精神 政府在考量我国的财政能力后 建议以优惠商业贷款的方式协助 但是不为吉国所接受 断交导火线是吉国开口要求 一架约21亿台币的波音737客机 继索隆门群岛16日断交之后 接着又是吉里巴斯 短短5天就失去两个邦交国 外交部追究根本原因 还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施压和利用 2016年马茂总统上任之后 我们就发现他跟中国之间 有很多的这些往来 中国政府接续策动我国的友邦 和我们断交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借打压 并限缩台湾的空间 国际空间 逼迫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 吴钊怯强调会扛起政治责任 但台湾国际局势困难 再加上两岸关系紧张 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 已经失去七个邦交国 非洲市盛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纳法索 中美洲则分别是巴拉玛 多明尼加和萨尔瓦多 南太平洋更如骨牌效应 一周之内就掉两个 也被形容是雪崩式断交 让我国的邦交国只剩下15个 他们选择了放弃一个真诚的朋友 而选择去做中国的棋子 那么因此我在这里代表 中华民国台湾坚定地告诉中国 对一国两制 我们的答案只有三个字 就是不可能 重炮抨击中国大陆 虽然外交部强调 目前其他邦交国无余 但蔡英文政府任内连丢七国 创下最高纪录 两岸关系恶化导致台湾外交 雪上加霜 如果再不调整 恐怕冲击的就不只是外交 国际空间的紧缩 连观光 经济 贸易都将受到影响 当美国等其他国家 介入游说也都无效 蔡英文政府除了谴责之外 或许也该告诉台湾民众 台湾的外交未来要走向何方 环宇新闻 宇晟宇 陈明燕 张正豪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